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林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9月3号礼拜三 台股今天上涨50点 收在9454点 量人884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是礼拜三嘛 今天台股上涨50点 好收完盘了你都知道 我们把时间推回前面48小时好了 前面48小时就是礼拜一 礼拜一台股上涨快要百点 盘中一度涨了快要百点 收盘涨了76点 市场告诉大家 这个盘多好都好 赶快买股票 好 24小时之前就是昨天 台股跌了113点 盘中跌了124点 昨天大盘那根中长黑下来之后 市场的空房老师告诉你 M头形成了 这个盘开始往下杀 今天台股上涨50点 那市场又告诉你 这个盘应该表现不错 我想表达 我想表达是说 我还是那句话 操作股票 如果你会因为市场的一天涨一天跌 而去影响你的情绪 那基本上 说实在话 你很难在股市里面赚到钱 那我从正确说法 我真的讲好了 礼拜一我告诉大家 我说这个盘不排除拉回做测试 测试完之后再攻 昨天平行而言 昨天跌了110几点 超乎我的预期之中 说实在话 所以说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台股未来走势有两种 我们还特别带来 所谓的九月关键转的报告 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们说 接下来走势有两种 一种是 就是今明两天做反弹 如果今明两天做反弹 那台股代表 九月份他会走相形整理 这边继续做盘整 那如果今明两天做下跌 那他就未来之后拉回反弹 不过高之后就拉回测试 全破第一点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事实上我们的解盘 应该是简单明了 事实上我们的解盘 应该就是以每个月的 多空关键点为基准点 好 那这个昨天我们也带来 所谓的九月关键转的报告 那事后回头再看 投票 我今天绕了一大圈 事实上是想跟投票去做报告 我的解盘基本上 不会因为大盘大涨 就告诉你很乐观 我的解盘也不会因为 大盘大跌而告诉你很悲观了 好 我从正确说法应该这样讲好了 呃从八月八号市场告诉你 看坏你要保守 我们说这边他开始要做反弹 好 然后反弹可能形成一个过高的M头 或者不过高的M头 八月有来听讲座的 好 八月九号有来听讲座的 事实上应该都知道 我们举例两档LED的个股 好 去跟你做说明 以我们现在解盘时间点 我还是告诉你 好 如果你八月九号有来听讲座的 麻烦你把那两档LED的概念股 把它调出来看 你就知道我们对未来的行情的看法是如何 好 那以下解盘时间点 我还是告诉你台股会形成一个过高的M头 或者不过高的M头 所以我请大家办理融资融捐户 好 老师 你说穿了 你还是告诉我们要办理融资融捐户啊 对啊 说穿了 我还是告诉你办理融资融捐户啊 那你问我放空了没 我在这边很 很 直接告诉你 我还没做捐空 目前我做多 目前我做多 但是在我的内在的潜意识里面 我有想做捐空的动作 但是我还没空 那因为为什么还没空 因为还没产生败笔啊 所以不能空啊 我有意图啊 不代表我要做动作啊 了解我意思吗 我不是那种死空头老师啊 死空头老师就是沿路一直空空空空空 那叫死空头老师嘛 那什么叫死多头老师 就是五日均线叠 看十日 十日叠 看月线 月线叠 看季线 季线叠 看半年线 半年线叠 看年线 那年线如果再叠呢 老师如果年线再叠 不就看十年线 所以基本上 正确说法应该是说 我不是死多头老师 我不是死空头老师 虽然在我的意图里面 我有想做卷空的动作 我没有想做卷空的动作 但是在大盘还没产生败笔之前 我不会沿路摸头了 沿路往上空那个叫做沿路摸头了 那个叫做不把会员的钱当钱看了 所以你才会沿路做摸头 好 那台股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如果有空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五分k啦 今天解盘可能用五分k来解盘了 但是 我们广播基本上听不到 听不到 看不到画面嘛 所以说有空请各位 如果你本身有youtube的话 或facebook的话 可以上去做搜寻 好不好 因为我们现在有提供facebook 跟youtube的影片提供给大家嘛 所以如果你本身可以上网的话 就麻烦你去youtube 或者facebook做搜寻 或者到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 好 我们提供影片让大家看 今天的解盘应该用五分k去做解盘 好 那我尝试做解盘给你听好了 好 今天大盘 开盘开高之后往下打 对不对 今天开高之后往下打嘛 好 为什么今天开高之后往下打 因为昨天几下 昨天 说实在话 昨天大家本来认为10点之后到11点已经开始尝试做足底 好 结果昨天的几点之后啊 大概是12点之后开始又杀一波 好 为什么昨天12点之后又杀一波 因为古王大力光又杀 好 昨天12点之后古王大力光杀最后一波 所以造成 造成昨天台股杀最后一波 好 那我再跟你引导一个概念是说 昨天早上开盘 开高 事实上就是开在 昨天12点 12点那时候起跌 好 所以今天开盘之后往下杀 今天开盘往下杀 今天我们破昨天的低点 昨天低点是9388 今天并没有破昨天的低点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 利用美股的没有大跌嘛 所以开高之后再跌一下 再跌看看 好 跌一下跌看看 没破嘛 好 今天第一点是在几点几分 大概是在9点半左右 9点30几 9点半左右 后来开始急速做反弹 反弹到10点25分 然后再踹一下 又踹一下 大概踹到12点40分 然后又没破前破低 所以开始做反弹 也就是今天盘中 如果你就有看盘的话 我讲得很细的哦 今天市场利用大盘的5分K 他今天盘中踹两脚 一个是9点半左右 一个是大概是 11 12点45分 所以今天盘中连续往下杀两次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他要去测试 测试昨天跌了110几点 测试昨天 那根中长黑 是杀真还是杀假的 如果昨天的杀 好 今天再杀一次 如果未来零到两天 不再破底的话 那我个人觉得短线就有手 所以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 告诉大家 应该是礼拜一的 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认为大家 他可能会拉回做测试 测试有手之后 才会做反弹 对不对 昨天大盘跌了110多点 除我的预期之外 那今天他在做测试的动作 好 也就是说今天 今天跌下跌下再站看看 站支撑点是否有人在做防守 所以今天盘中已经踹两下了 站两个 如果踹不破 那代表这边防守的意道 是真的有比较强 那是不是真的 就会开始大涨了 我这边还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平心而言 我做多 但是我比较偏向台股走相形 虽然我做多 但是我偏向台股走相形 为什么 一个理由 一个理由应该是说 这样子讲好了 近期 汽车概念股蛮强的 尤其今天像来讲的话 同志今天亮灯涨停 好 但是胡莲并没有持续创新高 胡莲算是领头羊 但是胡莲今天并没有创新高 然后 何泰车今天也没有创新高 我只能说 汽车类股蛮强的 但是算是跌升反弹的强 并不是一个 波段行情的强 所以你汽车相关族群概念股 你今天你要 做波段的 我个人是比较保留一点点 你要强短 我不反对 但是他适不适合做一个比较 我们讲的大波段的资金的进出 我个人持保留 你说 帽连算蛮强的 一些其他汽车相关概念股 今天表现都蛮强的 这个是事实 那是不是代表 这边就是Tesla电动车整个要 开始上涨的 我个人觉得 还好 我觉得 汽车概念股比电动汽车 相关族群概念股来的强 所以本波上涨并不是因为 Tesla电动车 纯粹是因为之前七月农历鬼月买器受压制 或者被误杀 因为现在传出来 不是什么双V在鬼月卖得很好 8月卖得很好 也没有 他鬼月还是有人没有买 只是鬼月最后一个 8月最后一个礼拜才把销量冲出来 没错 8月是卖得不错 但是并不是在鬼月 而是在8月最后一个礼拜 把销售量把它冲出来 不然我看一下日期 我应该没记错 8月最后一个礼拜 对啊 农历鬼 8月 8月1号 农历鬼 农历8月1号是 8月25 对啊 8月25那周最后一个礼拜 才把量能冲出来 把汽车销售量冲出来 我没讲错 好 所以这里的汽车概念股 应该算是一个跌生板单了 主身断媒 我个人觉得可以讨论 好不好 可以讨论 好 那回来 刚刚才我讲的 就是说今天为什么 你会觉得市场的买气 并没有那么热络的一个理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我个人觉得就是 中秋节并盘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市场在观望 iPhone6的推出来 好 市场在观望iPhone6推出来 那 这边买气应该会有点 看法不太一样 好 就是市场的解读会有点 应该是说 多空都有 以目前走势 多空都有 尤其你来看像 红海 红海近期没有大涨 那 6153的加利盈益 近期拉回比较深 6153的加利盈益 拉回比较深 6269的台郡 这几天也做拉回 那4958的F真顶 这几天也适度的做拉回 也就是说 平盖骨在这边 它已经进入做整理的 的 的 的现象了 不管是可乘 还是3008的大力光 这边基本上都进入做 整理的态势了 所以我的看法 9月9号如果是iPhone6发表的话 9月9号下礼拜二 那下礼拜一是中秋节 连续三天假期 所以市场会在这边 会比较偏向一个 整理的态势 简单说 就是 市场在这边会形成一个 整理的态势 等到趋势比较明朗之后 再进场 做操作 也许那时候中秋节的片盘 已经结束了 也许那时候iPhone6的情况 已经比较明朗了 所以那时候市场的 进出的tempo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在中秋节 三天零几下期 或者是刚才我们讲的 iPhone6还没推出之前 这边市场会形成一个 停看听 这边市场会形成一个 比较偏向 整理观望的态度 好所以 再回归到大牌 我们想跟大家去做ending的 好 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曾经告诉大家 我们说这个盘 有机会做拉回 拉回测试 有手之后再攻 昨天大盘跌一百多点 好我们告诉大家 台股未来总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 今明两天如果做反弹 台股会进入做箱形整理 一种是今明两天 如果继续做下跌 未来会做反弹 反弹不过高之后 会拉回测试 前波低点 今天第一天做反弹 所以明天是第二天 明天就还是蛮重要的 去观察他能不能在这边 攻防所谓的九月多空关键点 这个应该 应该已经蛮清楚了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事实上从我们刚才解盘到现在 我们都告诉大家 在这边在争夺了 所谓的九月多空关键点 那昨天我们有带来250份 那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昨天有手取的人 应该很清楚的看到 今天就是在争夺了 所谓的九月多空关键点 好不好 很明显的了 这个月底我们让你验证 那我的看法 如果他能够持续 在争九月多空关键点 他就是一个盘整盘 如果他站不稳 就请你小心 因为他可能就会形成 个不过高的M头 好不好 那250份的关键转得报 今天最后一天 希望你好好做把握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下半段大概剩下4分钟 我们想跟大家去聊个股 今天台股上涨50点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今天如果你有看八大类股来讲的话 事实上今天八大类股应该 比较强的族群是在汽车类股 再来就是所谓的金融类股跟百货类股 今天算是有点拉金融在做护盘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去看台湾50成分股 跟中型100成分股 你可以去发现 今天台湾50成分股涨幅第一名是可乘 二四七四的可乘再来是和泰车 富邦金第一金统一超 台信金黄兰金 所以今天是拉金融股在做护盘 应该是很明显的 好 那各切投票 今天台湾50跟中型100 有没有个股涨定板 没有 可乘涨幅第一名是3.67% 第二名是和泰车 涨幅是3.05% 第三名是富邦金涨2.14 所以今天台湾50成分股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所以跟礼拜一的情况一样 礼拜一大盘不是涨了快百点 收盘涨了七十几点 我记得礼拜一那时候是动台积电 动联发科 没有特别族群的突出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这边是不是过了现象 没有 没有吗 对不对 但这边比较掉过的是连续两天 有一档个股比较辛苦一点点是8046的南电 南电如果南电今天跌停板 如果没记错的话南电昨天好像也跌停板 我算一下 应该是没记错 我应该是没记错 如果我看一下 礼拜一南电是收57.8乘1.93 53.754 对没错 昨天南电应该跌停板 好 一档个股能够连续两天跌停板 应该是有点问题 尤其他在连续 他在礼拜一创高之后 创高之后连续两天做拉回跌停板 好 那基本上 创高之后你马上明显做拉回 我个人觉得 是比较辛苦 如果你今天只是 只是盘中做拉回 而不是连续吞两根跌停板 我觉得还好 好 不然问你一个问题吗 昨天市场最弱势的个股市应该是LED 因为2448的经电动作 李秉杰先生 他在临时股东会说 他对于LED 他对于晶电2448的晶电 应该是在第二季的营收处顶了 见短线高顶 昨天2448的晶电 昨天两根跌停 今天晶电 今天有继续跌停吗 没有啊 今天表现也还好啊 没有你想象中来的那么弱啊 我看一下 今天晶电跌几% 我看一下 等我一下 晶电今天跌2.51% 2.5% 我们算2.51% 我们算2.5%好了 也就是说如果以 他们自家的动作出来说 晶电 第二季的营收处顶 那昨天一根亮能跌停 那今天 为什么只跌2.5% 为什么没有继续跌 为什么没有继续跌停板 投票你知道在表达的吗 表示股价反应基板面 三到六个月 表示之前2448的晶电 从79.8已经适度的做拉回 尤其他在上个月 在8月22号的时候 那时候传出来 传出来中国大陆 可能调高LED的关税 后来他们出来否认是没有 那时候在8月22号曾经爆出 49831张亮能 那时候低点是57.3 所以在那边是有一个很强的 一个换手量 好 所以要告诉大家 头部它有一种是叫做量价背离 形成头部 听得懂吗 量价背离形成头部 那底部通常也会有所谓的量价背离 它去形成一个短线的一个 触底的一个所谓的 砂盘量出来 短线触底的砂盘量出来 所以我的看法原则上 说实在话 我蛮看好LED室内照明这一块 平行而言 我蛮看好LED室内照明这一块 因为它是一个趋势 如果它是一个趋势 它会不会因为短线的营运到顶而顶 而做一个走空头 我个人觉得还好 它顶多只是一个进入中期修正 那不代表它会走空头 它不代表说 营运触顶代表它走空头 那只是说我的产能紧绷 你知道意思吗 我的产能就是紧绷 那在我的产能紧绷的情况之下 你要叫我多 烧出 伸出其他的量能 比较少 所以它股价进入做回档 那股价它已经修正到M头的颈线了 你说back up 有空翻多 我个人还是比较保留 我觉得它已经进入中期修正了 那你要不要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去打它 我个人会比较保留一点点 好不好 好 这个讲完了 讲另外一个族群 就是今天市场蛮强的 上海A股 就是我们讲的 互港通 互就是指上海 互港 就是指香港 互港通 未来国外机构投资人 他可以透过上海 透过香港证券交易所 去投资上海A股 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跨时代的变革 也就是说过去中国大陆 它是一个资金很封闭的一个 资金很封闭的一个 应该是说 你说国家也好了 或者资本市场的一个管制也好了 今天你可以很明显看到上海A股 今天涨 涨一趴 那如果近期你有看上海A股的话 它算是一个股价用 蛮陡峭的方式急剧做上涨 这个当然跟10月份 互港通有关系 也就是说未来机构投资人 他可以经过上海 透过香港直接去投资 投资上海 那投资人你们想过 这未来会产生一个现象是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未来中国大陆 他会被纳入MSCI的新兴国家成分指数 那如果未来中国大陆 他会被纳入所谓的MSCI新兴国家指数的话 他可能就会去吸金 当他吸金的时候 他未来就会被迫式的去吸走某些的什么 台股的资金比重 我们可能就被微调 这个当然讲的比较远了 这个现在是2月5月8月11月 所以如果互港通在10月 互港通如果是在10月生效的话 那在2月5月8月11月 在11月的MSCI记录调告或调降 台股全职比重的时候 那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适度的留意 因为那时候台股有所谓的年底选举 不管有人是说七合一还是九合一也好 就说如果年底有选举 那时候市场买期自然会比较观望 那如果市场买期那时候比较观望 再加上互港通在10月生效的话 所以2月5月11月的所谓的MSCI的记录调告 或调降全职比重 那时候这个现象你就要去花比较长的留意 好不好 这是目前市场不会跟你聊的 好 那另外一档个股是2384的盛华 盛华今天公布他8月的营收有衰退 那我的看法解读跟我们之前在8月9号的投资奖座差不多 我们有推荐过盛华 那我们推荐盛华的原因是因为未来小米4的触控面板是有他吃的 那市场现在会解读就是说 盛华他不要Apple去吃小米4 所以如果就变成他现在小米4还没全部冲出来 但是Apple的订单他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8月营收有衰退 有衰退 这个都是事实 投票这个都是事实 那我想表达是说 小米4的焦点不是在现在 因为他们的 他们是11长假嘛 所以接下来9月份的营收才是关系到 盛华他值不值得你长期投资 也就是说10月份就代表说 当初我们认为小米如果吃下 盛华如果吃下小米4的触控电单 那对他未来营收应该会有爆发性的成长 那这个应该是在看9月份的营收 而不是在8月份的营收 好不好 那这个就可以 一个月之后我们来做演证了 好不好 那盛华我们还是跟当初讲的一样 用资金控管的方式往下做承接 好 跟我们当初讲保护身的概念一模一样 好吧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今天我们有带来9月关键准的报告 那250分 希望大家好好把握 当然如果你想找一个专业诚信负责的团队 我林红相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那公司从今天开始再推出一个 所谓的中秋节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就祝你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